您好,欢迎您来到街道路向,我是老李 今天跟您说一条多伦多老当趟的南北大街Church Street,教堂街 Let's go! 在进入Church这条街之前 我先在Google Map上给您指一下这条街在多伦多市区的方位 它的左手边是Young Street,右手边是Joris 它的南端起点是Esplanet 北部呢,是到了Young Street,全长3.3公里 今天咱们只说从Front街到布洛尔街这一段 其中,我们会在这条街上看到St. James大教堂 联合大教堂,以及St. Michael教堂 还有Reynes University,以及Church Wellesley Village 等等 现在我们从Front街的运斗大厦向左转进入教堂街Church Street 关于古特勒姆运斗大厦,在前几期我曾经在Front街那条 那个节目里向您介绍过 有空您可以回去再看一看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教堂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教堂街Church Street 就是我前两天跟您曾经提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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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偷食禁果 被上帝赶出伊甸园之后 人类就与上帝失去了联系 为了拯救苦海中的人们 上帝派来他唯一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类 耶稣降生的那一年 人们后来把它定为公元元年 耶稣来到人世 向人们传达上帝的旨意 而比他们更古老的犹太长老会 以及罗马人不相信耶稣的话 后来将耶稣抓起来 钉在了十字架上 耶稣死后埋葬复活 升天回到了天父耶和华的身边 在他死后 他的门徒创立了基督教 基督教一开始并不被人们所接受 直到公元二三二年 君士坦丁统一了罗马 将基督教奉为国教 后来君士坦丁迁都 从罗马迁到了君士坦丁堡 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 迁出来的这一支 信奉的是东正教 留在罗马的是罗马天主教 到了1517年 应应人们难以承担 十一岁以及熟岁卷的沉重负担 德国的马丁路德 要对宗教进行改革 他希望政教分离 而认为圣经是基督思想的唯一源泉 瑞士的加尔文做出了响应 他们后来分别成立了路德宗以及加尔文宗 路德宗影响到德国 而加尔文宗影响到瑞士 英国荷兰等地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戈特士的建筑 圣 James大教堂 这就是来自英国的国教 而他们小小的区别 对圣经的理解 旧约39卷 新约27卷 那么这是新教 他们所承认的圣经的卷术 而罗马教 也就是天主教 还有另外的七卷的侧经 小小的区别 圣 James教堂 这是非常典型的戈特士建筑 它的外部是白砖和鹅亥鹅 沙岩组成 厚重的墙壁依托着高高的尖塔 彩色的玻璃窗 尖锐的拱门 以及高高的天花板 时风飞檐等体现了 戈特风格在美学上的完整统一 加上肋骨拱顶 飞复壁等因素 使得教堂的采光充分自然 斯特拉肯也就在1867年去世的时候 葬到了这个教堂里面 现在我们离开这所教堂 前往下一个联合教堂 Metropolitan United Church 这是位于 赤士和Quinn Street交界处 这座教堂也是戈特士建筑 在1929年重建 这是一个联合教会 它包括了加拿大卫理工会 长老会 工礼会等等 它有着54中的中琴 以及最大的管风琴 当琴声奏响时 传遍整个社区 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 这是非常先进性的一个教堂 在它的大门旁边 还插着同性恋的采旗 它为多伦多男女同性恋社区 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为当地穷人及无家可归者 提供帮助 跟它一路之隔的就是圣Michael大教堂 这是一所天主教堂 天主教等级森严 从教宗一直到下面的神父 中间隔了十几个等级 现在这所教堂 也是非常重要的 多伦多地区的宗主教堂 我们离开教堂区 前往北部的 Rance University 在路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标牌 整个这个校区 就在市中心 Rance 也是著名的一个教育家 同时 斯特拉肯 家庭取约的最大的反对者 他希望提倡公共教育 现在这所学校 有四万多本科生 近三千多的研究生 以及一万两千多 继续教育学生 是非常不错的一所大学 继续往前走 我们会来到另外一个 多伦多非常重要的社区 Church Wellsley Village 大家看到地上的标记 以及路的两侧 电线杆上的标志 这就是多伦多 著名的同性恋区域 整个这个社区 充满了同性恋的色彩 无论是银行 商店 餐厅 酒吧 公园 到处都是他们的标记 每年的六月 最后一个周末 是多伦多骄傲大游行的日子 近百辆花车 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人的人们 集中在这里 加拿大联邦总理 安大略省省长 多伦多的市长 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2005年7月20号 加拿大国会通过了民事婚姻法案 从联邦层面将同性婚姻合法化 这是整个美洲 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 这就是加拿大 我们看到路边很多的标记 都有通行链的标志 其实通行链在城市的其他社区也有 但是这个地方是最集中的区域 我们看到Canada Trust 这个银行上面也都有这种标志 离开这个著名的village 我们向北就看到了住宅区 有关教堂街 今天我们跟您提到了三所著名的教堂 以及Reyneson大学 还有著名的社区 Church Wellsley Village 今天就向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见